本期节目咱们说一个考研钉子户的悲哀 上方在印象中啊 以前说过一起关于考研的案子 而那是考工 这回是考研 是个考研钉子户 那了不得了啊 有人考四五次 更有甚者 他考了十几次 甚至二十多次 咱们本案中的这位男主人公 他就是一个考研钉子户 从儿立之年 几乎要考到不获之年了 不过最终啊 他还真的就考上了研究生 这是后来又如何呀 听上文汐说 宋春山 1981年2月份 出生于河北省秦皇岛市 2000年 他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河北一所大学 在读大学的时候 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梁玉燕 梁玉燕是河南信仰人 比宋春山小两岁 比他也小一届 是他的同校师妹 两个人的家庭情况都是相差无几 宋春山的父母是某小学的教师 他是家里的独生子 梁玉燕的父母是工人 他有一个弟弟 比他小五岁 二人大学毕业之后 宋春山在保险公司从事理赔工作 梁玉燕则是去了一家乳业集团就职 2008年二人结了婚 顶居国际庄 宋春山就是咱们本案中的男主人公 一直执着考研 从30岁那年一直考到了36岁 从女儿出生一直考到女儿上小学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考研 像是走火入魔了一样 这个事还得从他第一次考研失败说起 其实原本宋春山没有考研的异想 高考的时候他分数并不突出 大学毕业之后 他就找到了一份工作 就想娶个老婆 平平淡淡的走完这一辈子就行了 但是后来单位里召来几个研究生 虽然人家没啥工作经验 但胜在学历高 结果没过多久 就把原本宋春山能够胜任的管理职位给拿走了 宋春山心里纷纷不平 你们只是学历高一点 你们能胜任工作吗 回到家以后 他把这事就告诉了妻子 想从他那里寻求一点心理安慰 妻子梁玉燕听完了之后 就说道 其实你也没有必要生气啊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 学历高的就能当官 你要是考上博士 你还能管他们呢 谁让咱们当初没有接着考研呢 傻乎乎的就直接参加了工作啊 宋春山自认为自己挺聪明的 不比那些研究生差 于是他决定 趁着自己还年轻拼一把 当时他刚过三十岁的生日 后来他把想考研的事就告知了两边的老人 梁玉燕的父亲就说了 你考研究生虽然好考一点吧 但是特别耗费时间呢 考完了还得上学去 你不如考公务员呗 老岳父的几句话 让宋春山觉得很有道理 他就参加了这一年的公务员考试 结果还考的挺顺利的 比试部分高出了录取分数线的22分 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很兴奋 梁玉燕更是觉得自己的男人非常有出息 但是比试过后还有面试成绩呢 虽然他书面打得很漂亮 但是最终在面试PK的时候 他失败了 对方的比试成绩比他低了5分 但是各方面的综合素质都比他高 人家很顺利的晋级成功 他落榜了 宋春山对这个结果非常不满 他接受不了 他就片面的认为 对方肯定是名校研究生毕业 口才了得 而自己只不过是普通院校的本科生 着口奔舌 所以自己才会败给他 但实际情况却是 还是因为他的综合素质远远不如对方 回到家之后 宋春山又是一顿老嫂 他觉得自己还是有能力的 只不过就是学历低了点而已 他对妻子说 我要研究生的话 我绝对能打败他 看来先考公务员还是失策了呀 我还是得考研究生 考公务员失败 就激发了宋春山骨子里的倔强和不服术 他与妻子商量 咱俩都是出身寒门 必须要奋斗 我打算靠名校读研 虽然咱们的大学不是名牌 但研究生一定要读个名牌 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翻身 当年 梁玉燕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他也希望下一代能有个高起点 便积极响应 好的老公 我支持你 随后宋春山开始一边上班 一边在家里复习备考 一个月之后 梁玉燕怀孕了 为了让丈夫安心备考 他挺着大肚子承担了一切家务 2011年 宋春山报考了北大光华学院研究生 可成绩呢 却低于上档线的46分 看到这个结果 宋春山有些失望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边是一言不发 饭也不吃 水也不喝 比那些少男少女失了恋 还要痛苦 梁玉燕见此就心疼丈夫 把饭菜端到他眼前 软语安慰他 老公 咱们的目标是不是定的有点高啊 你再换一个其他的学校 说不定就能成了 不行 我就得定的高一点 只有目标远大了 才有奋斗的力量 我现在觉得我浑身充满了劲 我一定能够考上 北大考不上 我就考清华的 于是 宋春山又把自己的目标 放到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 这年的五月 梁玉燕在石家庄诞生下了女儿静静 女儿夜里经常哭闹 宋春山就根本静不下心来复习 女儿半岁之后 梁玉燕就狠心 让母亲将静静带回河南抚养 尽管为丈夫扫清了考研障碍 但是宋春山冲击清华依然失败了 此后两年 宋春山又是报考人大复旦研究生 依然是失败 2014年8月 女儿静静该上幼儿园了 梁玉燕便将女儿接回石家庄 要求丈夫放弃考研 挣钱养家 她说 孩子读幼儿园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 你这几年没上班也没赚到什么钱 我们手上也没有多少积蓄 还要还房贷 你再这么考下去也没啥意义了 还是放弃吧 专心赚钱养家吧 可宋春山又向妻子表决心 我只差那么一点 要是现在放弃 之前的所有努力就白费了 等考上名校研究生 我就去证券或者是基金公司上班 轻松的拿上个上百万的年薪 让你们母女过上高品质的生活 听着丈夫画着大饼 梁玉燕也觉得似乎能实现 于是继续支持她考研 然而 幸运之神却始终未能垂清宋春山 到2016年 她已经连续六次考研 从30岁一直考到了35岁 却没有一次考上过陆曲线 宋春山从柜子里翻出剪刀 将考研资料一通乱脚 一次发泄心中的郁闷 接二连三的考研失败 快要逼疯了她 她一边毁坏着那些考研资料 一边痛哭流涕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怼我 我明明那么努力 为什么老天不开眼 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我呀 梁玉燕从幼儿园里接女儿回来 见到这一幕 赶紧从丈夫手里夺过剪刀 她忍着心痛说 你考了这么久 也该死心了吧 别考了 咱们努力过就算了 宋春山抱着妻子一阵痛哭 许久之后 她才平静下来 对妻子说 对我决定不考了 从此咱们过正常的生活吧 2016年7月 梁玉燕意外怀孕了 夫妻人决定生二胎 此后宋春山下了班就回家 忙里忙外 也不把自己憋到书房里看书了 而是帮着妻子干活带孩子 梁玉燕以为丈夫真的放弃了考研 以为他们正常的生活马上就要来临了 可没想到这样的日子仅仅过了半个月就被打破了 7月26日 她下班回到家 只见丈夫将三大代考研资料倒在客厅 正在弯着腰翻翻捡捡 见到妻子回家了 宋春山就拍打着考研资料上的灰尘 说道 小燕 我认真地考虑了几天 我觉得我没有退路了 我还得继续考研 听到考研俩字 梁玉燕仿佛听到了青天霹雳 她的心态一下子就炸了 你有病吧 怎么说的好好的 你为什么还要考啊 你听我说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吗 大家都把我架到火上了 你说我能不考吗 接着 她就黯然的讲述了她白天的遭遇 原来当天上午 宋春山去为客户定损 因堵车 她晚到了半个小时 客户心急便向公司投诉 在办完了定损手续之后 宋春山才匆匆的返回了公司 哪知上司一见面 就劈头盖脸的训他 我知道你心很大 看不上我这座小庙 如果你真有本事 你就考研远走高飞去啊 既然想要这份工作 你逼磨磨叽叽的啊 下次再有客户投诉 你就走人吧 我 我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我没有磨蹭 只是那个时间段路上车多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再说了 我不是没耽搁事吗 客户他就纯属找事 宋春山一急之下 给自己辩解了几句 可上司听后 却更加气急败坏了 客户就是上帝 人家说你错了 对的也是错的 你怪怪的赔礼道歉就是了 别找那么多借口 你要是觉得你有本事啊 你就跳槽到大公司里去 你有那个本事吗 我 上司的话 似乎就刺激到了宋春山的逆铃 他就感觉自己是个不值钱的东西 在上司面前 他隐忍着没有再说话 可在内心里却有一个声音告诉他 继续考研 加油 你能行 在回家路过河边时 宋春山就跪在河堤上 对着天空狂喊 我要考研 我要摆脱歧视和屈辱 我能行 讲述完这件事 宋春山对妻子说 你是不知道 我在单位里竟受排挤和嘲笑了 那些人老是拿我考研的事笑话我 说你这么有本事 考了这么多年 怎么还考不上啊 早知道你就别浪费时间了呀 我知道他们都瞧不起我 所以我必须挣着口气 媳妇 你可一定要支持我呀 可梁玉燕却愤怒的推了他一把 你就光为你面子考虑得了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坚持考研 一直就为着自己的脸 你为我跟孩子们考虑过吗 如果你再坚持考下去 我肚子里的宝宝又该怎么办 我们这个家该怎么办 我也不想 但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把孩子做掉吧 我们又静静一个孩子就够了 宋春山的脸上 也是露出了悲伤的神策 梁玉燕瞪了他一眼 从柜子里翻出一双旧良鞋 摔在丈夫面前 你看吧 这些年在家的钱 都用在了考研上 我这凉鞋的袋子断了 我就用铁丝穿起来接着穿 现在哪还有像我这样的傻女人呢 你要考研 你是想勒死我 宋春山默然的低下了头 过了好一会儿 梁玉燕以为丈夫屈服了 可谁知 宋春山却突然跪在他面前哀求 再在公司里待下去 我不死也会成神经病的呀 你还像以前支持我考研好吗 你 梁玉燕愤怒的从牙缝中挤出俩字来 离婚 说着他进了卧室 打开柜子 开始收拾衣服和行李 宋春山痛苦的摊坐在地上 面对着那一大堆的考研资料 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第二天一大早 梁玉燕就拉着丈夫去离婚 女儿静静哭着说 你们不要分开好吗 我不做单亲孩子 梁玉燕悲从中来 没错 女儿是无辜的呀 没有理由为父母的感情纠葛而买单 但是要想让他再那样一个人走下去 他又不甘心 思来想去 梁玉燕决定 让公婆来劝说丈夫放弃考研 在送女儿上学之后 梁玉燕就拨通了婆婆的电话 妈 我跟你儿子这婚姻恐怕是要过不下去了 你们二老快来劝劝他吧 他都考了五年的研究生了 一直考不上 这五年以来 都是我一个人在养孩子养这个家 我整个人都老了十几岁了 你儿子可倒好 为了他的面子还要接着考 你们如果不能说通他放弃考研 我们俩就一拍两散 不等婆婆说一句话呢 梁玉燕就把电话给挂了 那前边咱们说了啊 宋春山是家里的独生子 他的父母都已经退休在家 均已年过六旬 母亲蒋贤淑 十年六十一岁 父亲宋洪 十年六十三岁 原本二老在老家秦皇岛过得挺舒服的 时不时的还会一起出去捋个游 但是接到儿媳妇这个炸了锅的电话之后 二老就慌了神了 他们决定一起去石家庄 帮儿子亮起了红灯的婚姻灭火 接上回 怎么看看这二老是怎么给儿子的婚姻灭火的吧 八月四日 宋家父母赶到儿子家 母亲蒋贤树 就斥责儿子宋春山 你这傻儿子啊 考研考研 考研比你的命还重要啊 再怎么样 你也得该为你媳妇考虑一下吧 你考研的这几年 你媳妇都快熬成婆了呀 他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养这个家他容易吗 现在又怀了孩子 你就不能消停下来 就乖乖的赚钱养家吧 别再让我跟你爸操心了 老父亲宋红也是开戒儿子 你都35岁了 还考什么考啊 即便考上了毕业就40了 40岁的人哪个好单位里会要你啊 现在那些单位里招聘都是卡年龄段的 35岁以上的基本不要 过日子不是贫学历啊 心态最重要 你就别再好高骛远了 安心的照顾育宴 把孩子生下来 可此时的宋春山 他已经走火入魔 听不进任何的反对意见 他哽咽着向父母讲述在公司里的处境 爸 妈我当然想好好过日子了 你们都不知道我在公司里过的是啥日子 上司给我穿小鞋 我犯点小失误 他就把我往死里整 同事们也在讥笑我 给我冷脸 没有一个人愿意跟我好好说话 每天一看到公司的大门 我就想逃 我是真的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多年的考研生涯 让宋春山的内心格外的敏感脆弱 其实啊 虽与同事上司有些小摩擦吧 但远非向他描述的那么严重 很多矛盾都是他异想出来的 但是蒋贤叔和老伴却并不了解真实情况 他们对儿子的话就信以为真的 也是为儿子的处境忧心忡忡起来 既然父母动摇了 宋春山决定再烧一把火 爸 妈 哪怕是考到四十岁 我也要去名校读研 证明给那些轻视舞的人看 你们要是再阻挠 我就从六楼跳下去 说着他还真的就冲到阳台 将左脚跨出栏杆外 老两口一个拉住他的手 一个抱住他的腿 江贤叔更是老泪纵横 儿啊 你要是有什么意外 我跟你爸还怎么活呀 罢了罢了 你想考就考吧 见目的达到了 宋春山站在将脚从栏杆处收回 一个小时之后 梁玉燕从超市买菜回来了 江贤叔就还原了儿子 以死相逼的那一幕 梁玉燕情绪失控 妈 他这是要逼死我 既然想逼死我 那我也不活了 此时 任何安慰都是苍白无力 江贤叔向儿媳承诺 我和静静爷爷商量好了 让宋春山继续考研 我们每个月补贴你们两千五百块钱 我再留在石家庄照顾你 宋红也是劝儿媳 有困难咱们一起扛 春山要是真的能考上名校研究生 以后我们都能受益啊 我们知道你也不容易 这一回绝对不能再让你一个人扛着了 见公婆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 再反对就显得不尽人情了 梁玉燕最终是做出了让步 在公婆的调和之下 梁玉燕与丈夫的考研矛盾就此花解 一个星期之后 宋红返回秦皇岛 蒋贤叔则留在石家庄 给儿子儿媳当免费的保姆 返家的第二天 宋红就去银行 给儿子儿媳转了两千五百块钱 其实吧 平心而论啊 考研的宋春山 他也是个善良懂爱的男人 妻子挺着大肚子 支持自己考研 父母又是挤出养老金 帮衬自己 妈妈还忍受着分居之苦 留待石家庄 全家人都是围着自己转 要是再考研失败 自己就是家里的罪人 他将无言面对每个人 他决定 无论如何这一次 一定要成功 不成功 贬成人 8月14日 宋春山语气的商量 考研人数是足年攀升 难度越来越大 我想背水一战 辞职专心备考 争取这一次一战成功 梁玉言说辞职可以 但你必须答应我 考上了更好 要是失败了的话 以后永远不准再考 行 宋春山点头应允 随后 宋春山就辞去工作 进入石家庄一所 办封闭寄宿考研学校去备考 8000块钱的学费是父母出的 学校还采取了高三室的管理 由名校导师统一授课 宋春山早上6点起床 晨读 晚自习持续到10点半 只有周日下午才回家休息半天 为了激励自己 宋春山在宿舍墙壁上贴了一句话 伟大是忍出来的 成功是熬出来的 2017年1月 宋春山第七次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这一次终于没有辜负他的努力 他上岸了 终于是被天津某高校录取了 这位考研盯子获屡败屡战 终于让他在36岁时圆了梦 想起这些年的坎坷和艰辛 宋春山泪如泉涌 而妻子梁玉燕 她所有的委屈烦恼苦泪 也都在这一刻化作了心细的泪水 老母亲蒋贤叔 也是赶紧打电话向老伴报喜 老两口像是孩子一样 又哭又笑 一大家的人都因为宋春山考研成功 而洗泪长流 这年的4月26日 梁玉燕在石家庄 剖腹产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 宋春山与妈妈一同照顾妻子坐月子 梁玉燕则安心的享受着丈夫和婆婆的呵护 一家人生活温馨而相和 产假结束了 梁玉燕该回单位上班了 只是她想到丈夫很快要去外地读研 婆婆一个人是无法照顾两个孩子的 她决定辞职在家做微商 这样既能照顾孩子 又能给家里增加一份收入 8月中旬 梁玉燕投资6000元 加盟了一个化妆品品牌 开始在网上去卖货了 宋春山开学在即 可是9000元的学费却迫在眉睫 8月27日 梁母给梁玉燕打了5000块钱 蒋贤叔也将老伴打来的7000块钱 一并交给了儿媳 两边父母共是凑了12000块钱 如此以来 宋春山不仅学费有了着落 连两个月的生活费都准备好了 8月30日 宋春山告别家人 赴天津独研去了 只是把宋春山专职独研 一年花费不下3万块钱 梁玉燕做微商尽管很努力 但是她的收入却几乎忽略不计 一家四口全靠公婆每月补贴了2500元钱来生活 梁玉燕经常为钱而焦虑 经济负荷 抚养儿女的艰辛 长期夫妻生活的缺失 吞噬了梁玉燕那美好的心境 她患上了产后抑郁症 此后梁玉燕经常在电话里与丈夫爆炒 莫名其妙的在家里就嚎啕大哭 宋春山也是被妻子折磨的 无法在校安心学习 2018年2月老伴宋红又来石家庄探亲了 蒋贤说与老伴商量儿子一家每月2500元不够花 咱们每月再增加1000吧 经济条件好了 预验的情绪也会稳定些 宋红表态只要儿子一家过得好付出的再多 我也是心甘情愿 为了替毒严的儿子养家 已经64岁的宋红就去秦皇岛一家商场当保安 每个月能有2000块钱的收入 如此一来 她把所有的退休工资都是交给了儿媳妇手上 梁玉燕她也深知公婆对她的好 可是产后一语一发作 她就管不住自己 婆婆哪件小事做的不满意 她便甩脸子或者是指桑骂怀 这不五月九日这天 蒋贤树将隔夜的剩菜就混入到了新潮的菜里边端了上来 梁玉燕看到之后一脸不高兴的训婆婆 剩菜中有大量的压硝酸盐 有毒 我说过多少回了 你怎么总是不长记性 老太太经常被儿媳妇无端的训斥 尽管她知道儿媳妇有病吧 但还是忍不住的怼了回去 你这话说的 我哪一回毒死你了 我一直都是这么吃的 从年轻吃到现在了 还不照样是好好的 你跟你儿子一样 就只会考虑自己 梁玉燕气急败坏 当初我就说不让她考研 你们老两口偏偏让她考 你们这就是集体欺负我 你们这一大瞎子都是骗子 我们骗你什么了呀 你们先自问 我们到底哪一点对不起你 你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了 婆媳俩是针锋相对 话越说越难听 梁玉燕差点坐在地上洒破 这饭眼看似也吃不成了 老太太把筷子一摔 你可真是难伺候啊 给你当免费保姆还要受你的气 我不干了 咋的咋的吧 当天下午 蒋贤叔气呼呼的返回了秦皇岛 可是婆婆前脚刚走 梁玉燕就打电话给她丈夫向她施压 听了电话之后 宋春山的头都大了 姑奶奶们啊 你们能不能让我安心的把书读完呢 我好不容易考上研究生了 等我闭了业之后 咱们一家人的好日子可就来了呀 你们就先忍一忍不行吗 不行 你回不回来 你要是不回来 我今天就从六楼跳下去 梁玉燕恶狠狠的撂下一句话就挂了电话 宋春山思前想后决定啊 还是得先安抚好自己的母亲那边 再说梁玉燕那边 于是他又给妻子拨打电话 给她道了歉 并且说啊 我妈呀 她年纪大了 他们老年人有他们的习惯吗 她一辈子都节俭惯了 你放心吧 我去说服她 让她回去给你道个歉 还让妈继续的帮你 宋春山就请了一天的假 连夜从学校赶去了秦皇岛 对母亲又是好言相劝一番 妈 做儿子的让你受委屈了 是我的不对 但玉燕她一个人实在是照不过来两个孩子 她现在还没出月子 是产后一月 有的时候她也不是故意那样的 您就多包容一下她 再过两年我毕业了 一切都好了 看着儿子满脸的愁容 老太太一下子心软了 好了 妈知道你不容易 你放心吧 妈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啊 我一定会把你媳妇照顾好的 可是生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老太太年纪大了 每天要照顾两个孩子 还要照顾有产后抑郁的儿媳妇 这就使得她的体力负担起来很困难 再加上儿媳妇的心理疾病是越来越严重 对她常常挑刺 鸡蛋里挑骨头 让她反不胜反 沉重的体力负担 糟糕的婆媳关系 与老伴长期分居的寂寞 就遮住了蒋贤书生命里的阳光 渐渐的她也患上了深度抑郁症 与梁玉燕一样 蒋贤书也对抑郁症缺乏足够的认识 以为她只是简单的心情不好呢 再加上舍不得花钱 他们婆媳脸从未看过心理医生 任由病情恶化 在负面情绪的积压之下 蒋贤书悲观掩饰 这一年的11月份 婆媳暗人又是爆发了两次大争吵 一次是因为给孩子洗衣服的事 老太太把一家人的衣服 都是一起放在洗衣机里给洗了 梁玉燕就很不高兴 斥责老太太不注重卫生 就埋怨她是老糊涂 不应该把孩子的衣服 跟大人的衣服一起洗 这不是让孩子生病吗 然后二人就吵了起来 那是针尖对卖忙的大吵一架 如果不是邻居赶来劝架 二人可能都打起来了 还有一次 是因为小儿子生了病 婆婆主张给孩子买点感冒药吃 但是梁玉燕却主张 一定要去儿童医院给孩子看病 二人又是大吵一架 最终还是梁玉燕把孩子抱到医院里 回来之后 又和婆婆冷战了好几天 11月19日 蒋贤书又是忍不住了 给儿子打电话 我想回秦皇岛 你请个保姆吧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你媳妇天天欺负我 再这样下去 我干脆死了算了 宋春山就质问妈妈 我哪有钱请保姆妈 你就不能再过两年 等我研究生毕业了 您再回老家呗 两年哪 多么漫长 蒋贤书叹了口气 他觉得自己熬不下去了 那是一天也熬不下去 11月21日 梁玉燕带着儿子去打疫苗了 蒋贤书再将家中的门窗给关研 然后打开厨房的液化器阀门 在家里自杀身亡 妈妈的悲惨离世 撕立了宋春山的心 她后悔的痛哭流涕 如果自己不疯狂考研 让她在老家安度晚年 她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如果说自己能够早一点 察觉出母亲的不对劲 或许也能够将她挽救 老伴离世 也给宋红带来了巨大的悲痛 结果就病倒在了床上 梁玉燕的产后抑郁就更加严重了 整天将死挂在嘴边 这一系列巨大的打击之下 宋春山就无法安心完成学业 休学在家 现在这个家太需要她了 妻子和一双儿女都离不开她 生病卧床的父亲也需要她的孝心 然而 费尽千辛万苦 历经了七年炼狱才考上的名校研究生 反而让宋春山更加的痛苦 哎呦 像这样的家庭啊 确实啊 别说经历的人了 就是咱们听的人都感觉到特别的让人压抑啊 毫无办法 要不说吗 有的时候执着也不是好事 咱们得学会变通 据权威部门统计啊 2018年全国考研人数高达238万 考研热就成井喷式的火爆状态 考研大军中有20出头的应届本科生 也有年鱼而立 甚至40出头的中年人 他们有太多的人都成了考研钉子户 只是这种盲目而偏执的考研 有的却给人生和家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悲剧 考研求尚尽 无可厚非 但是作为有家世的成年人 考研还要从实际出发 亮丽而行 好了 本期节目就说到这 结尾处继续更醒各位听友 每听完一期节目 不上门点个赞 留个言 再去签个道领张月票 偷给本专辑 感谢大家了 在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本次披露的案件呢 是创新户上的几个罪 就是上海的几个罪 一是创户上刑案案发地点海拔位置最高 嫌犯是在400多米高的金茂大厦 凯瑞大酒店80层的客房作案 二是创涉外抢劫案 侦破速度最快 警方只用12个小时 赶在被害人返回美国之前 就成功破案了 由此呢 在同类的案件中 侦破速度中 那是创下速度最快 三 就是创涉外抢劫作案中的最新手法 案犯用南纪身份 勾引外国同性恋者 并且用接吻的方式 胃丝 就是嘴对嘴 为被害人喝下 还有麻醉剂的可口可乐饮料 前段时间上文说过一起 也是涉外的 男扮女装来实施犯罪的案件 但是本期案件跟上次不一样 他们呀 从头细说 2005年的6月21日 夏至节气 日常夜短的上海 凌晨时分 天空已经呈现出一片鱼肚白了 突兀在城市天际线巅峰的顶级大厦 在其光亮性的建筑周围 绿绿白云 丝丝尘雾 潺潺绵绵的绕着木墙玻璃 就幽如婚纱一般 飘飘渺渺的装扮着代价的新娘 给原本挺拔阳刚的大厦 一直平添了几分娇艳 几分妩媚 几分神秘 就在此时乘着大厦高速电梯 飞降而下的福建莆田的亮蓝 灵昭义 此刻正对着电梯箱内 装衬着的茶色镜面 匆匆的捋了捋 弄乱的波浪化形 急急的整了整衣扇 轻瞰见的 这高速电梯已经从80楼骤降至一层 他穿过四周 用西班牙绝世白大历石 印度红大历石 意大利米黄大历石装潢起来 那极度湿滑的大堂 急匆匆的跨住大酒店 此时的他又根本没有心情 回首欣赏这个五星级的大酒店的亮子 相反的 此刻的他这心里正窝着一团怒火呢 昨晚在普西的酒吧 好不容易调到一个住在这五星级酒店 八十楼的客房 自称喜爱中国小白脸的外国同志 啊 跟随着他 这客房也进了 情调也调了 这床也上了 最后的嗯呀呀 也做了 但是这收入却是白板一张 哎呀我去 这哪有买春呢 还奢政来着呢 他妈的 这美国老师这妈不是东西 林朝义在路上一边仰手招着出租车 一边禁不住的咕囊着 骂着金茂大酒店里 向他买春的 却不肯付钱的美国老 而其实的 昨晚和他在八十楼客房做皮肉生意的 并不是美国人 确切的讲 应该是持着美国绿卡的泰国人 名字叫胡俊德 此刻的 一由未见的胡俊德 在豪华客房内 这肚子里边也正逼着一团火呢 一团发泄未尽的浴火 他在一个劲的 埋怨自称小林的中国小白脸 不按同志间的风情 这个小白脸功夫没有练好 你就出来混 赚钱岂能这么容易啊 我的钱 那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 这这这 胡俊德一边嘀咕着 一边瞅着床头的一堆现金 开始又转弄围起了 俺子清醒起来 哎呦 幸亏自己刚才没有轻易的付出嫖资啊 他呢 把先前从包里抽出来 放在床上 准备作为嫖资付给小林的四千元现金 又重新的整理好 放回钱包 接着又满心期待着小林 今天晚上如约上门 再来服务一趟 到时候再按照服务等级 论功行赏 那也不迟 而这位持着美国绿卡的泰国商人呢 想到刚才小林离开的时候啊 因为没有拿到嫖资的怅然弱势 和听到再来服务一趟 这嫖资分贝增加到八千元时 那一脸期待的模样 不由的唏嘘起来 哎呦 中国大陆的小弟 与我们泰国小弟相比较 这赚银钱的本事 那可就是差远了 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吧 实在是太嫩了 嫩的得掐出水来 他料定了 这个中国小白脸 为了赚到八千元的银钱 他一定会如约而至的 想到这儿 泰国商人不由的憧憬起 今天晚上将再次享受到 这种畸形的欢愉 便情不自禁的哼起泰国小调 进卫生间去冲凉去了 这两个异国男人之间的皮肉生意 是昨晚在一个叫二丁木的酒吧 谈起的 坐落在四平路上的这家酒吧 除了名字诡异 其外立面的装饰和灯光的设计 也很诡异 酒吧内的摇曳的烛光下 男男成双对尊 女女呢 则成对此语 齐情齐景 在旁人看来 那是充满了色情的味道 但是这里呢 却是护上同性恋们 趋之若鹜的一方心境 这不 昨晚的 长相温婉的福建 男青年温昭义 从美容院修好了眉 又上好了指甲油出来了 静止的来到了 二丁木酒吧 他特意的悬了一个 灯光幽暗的桌位 点了两杯鸡尾酒 两瓶啤酒 两盘开心果 便开始享用下来 这边享用 边悄悄的四处张望着 就在他抿完最后一口 高小杯里的鸡尾酒之际 他们要见了 一个身影朝着自己这边 凑了过来 紧挨着他的座位 晃晃悠悠的坐下来 一个满嘴喷着烈性的酒味 说着外国话的男子 两眼只瞪瞪的盯着灵昭义 灵昭义装着视而不见 缓缓的放下高小酒杯 撬起了兰花纸 又轻轻的拿起一粒开心果 小心翼翼的包开果仁衣 完了再次款款的 用着涂着鹅黄色的 指甲油的鲜纸 夹着 随随的送入涂着 鲜亮口红的唇剑 完了又缓缓的撬起兰花纸 撩拨一下 披在额前的螺旋形的发丝 还没完 他用食指和中指 做成细细长长的手术剪刀状 优雅的夹起了高小杯 那晶莹细长的玻璃瓣 缓缓的端了起来 可是争议和的时候 他的另一只放在桌面下的手 却被紧挨着他身边坐的 这个外国男人 在案底下紧紧的给握住了 这林昭义啊 他缓缓的抬起眼来 瞄着他看 瞥见了 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越来越凑近过来 桌子底下 那紧紧拽着自己的手 也正在厚颜无耻的摩擦着 林昭义一边抽回自己的手 一边打亮着他 瞬间呢 身边的这个男人 他长得一张南亚男性特征的脸 高高的颧骨 悠悠的肤色 两只色眯眯的眼睛 也是望了过来 然后他好像突然想起双似的 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 美国绿卡 在林昭义的面前晃了起来 接着他又向林昭义伸出 四根手指头 两眼充满诱惑 这林昭义不屑 四百 不 四千 外国男人的嘴边竟然蹦出三个生硬的中文男词来 哎呦 原来是个外国同志哥啊 啊 还通中文呢 出手也是很阔绰 这未尝不是一笔好生意 林昭义思量着 眼中惊喜 冷冷的问 说吧 去哪啊 啊 去你们上海 啊 不 去我们亚洲最高的大酒店如何呀 同样是充满着诱惑 于是这两个同志哥儿便入巷了 出租车载着他们 从黄浦江底 有浦溪飞快的又穿越到了浦东 接着 高速电梯又载着他们从大厦的一楼飞越上了八十楼 来到大酒店8008的客房内 他就这样 这一老一少两个男人 便干起了一档违反法律的皮肉生意 隔日凌晨四时 从大酒店播出的110报警电话 惊动了上海警方 一名持美国绿卡的泰国商人胡俊德 在其住宿的8008号的客房内 喝了他人未死的可口可乐饮料 便昏睡不止 醒来之后发现 价值20万元人民币的财物被抢了 连忙报了警 警方火速赶到案发地 勘察现场的民警 从被害人的尿样中检测出了麻醉剂 并且在酒店客房的沙发下 也捡到一个可口可乐的塑料瓶 接着 警方又从喝剩下的可乐残液中 提取到了同样成分的麻醉剂 此外 警方对可口可乐瓶子检索对比 检测到 这塑料瓶上除了被害人胡俊德之外的 第二个人的口唇文和指纹 现场民警给胡俊德做笔录的时候 这胡俊德的神志似乎还在混沌的状态 舌头还是打着结 一直捋不直 并且他在断断续续的说 我呢被抢了抢了1.8万元美金买的卡迪亚手表 还有3000多元美金买的手机 还有美元人民币港元泰国元 还有反正是2万多元现金吧都被抢了 我肯定啊我非常肯定是昨晚和我呃和我同床那个的啊自称林绍刚的小弟干的啊他没有等我醒过来一早就透支腰腰了 民警听话让他平静一下思绪 理理思路从头谈起 这胡俊德便倒了一杯水喝了 笔录继续进行 我是前一天晚上在四平路上的二丁木酒吧认识那个姓林的 我们两人谈好了朴树的价格 又从二丁木酒吧出来 我们先是拦招了一辆出租车到五星级大酒店 然后呢就进了8008房间 胡俊德用手背擦了擦脑门上的汗 继续的又说道 呃我们是干了那事的 但是我没有付钱 他见民警用疑惑的眼神望着他 连忙直摇手 我知道贵国不是我们泰国 买春是违法的 所以就没有付钱 谢人呐他隐瞒了没有付嫖子的真正意图 可是见到民警仍然用怀疑的眼神盯着他 胡俊德不免惊慌了 可能是他已经意识到了 嗯 他知道中国的法律规定啊 凡是卖淫嫖娼者 只要双方谈好价格成交 即使没有身体接触吧 也可以认定这案件已经成立了 所以 胡俊德他在犹豫了一阵 干脆就吐实了 我想啊 四千元只玩一晚上 有点亏 就约灵昭义再来玩一晚 许诺给他八千元钱 就这样的 昨晚九点左右的 这灵昭义他果然又来了 然后他们两个人呢 就先在客厅里边喝着酒聊着天 一直聊到了子夜时分 两人就情不自禁的搂搂抱抱 之后就坐了起来 这个坐啊 很有内涵 然后啊 我们坐完之后 就进卫生间冲洗 我觉得有些口渴 然后林就开了一瓶 他从酒店外自带进来的可口可乐 他自己先喝了一口 然后在与我接吻的时候 为我喝下了他口中的可口可乐 不一会儿的 我就迷迷糊糊的 什么也不知道了 对了 在后来的 我听到屋内嘻嘻嘻嘻的声音 把我吵醒了 当时我睁开眼睛一看 我发现这林呢 他在翻我的公文包 那这林姓是林昭义的化名 就是啊 用的假名字 我当时看到林 他在翻我的公文包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翻我的东西啊 于是林他就停了下来 说找电话机 不久的 我又昏昏沉沉的睡过去了 那林用过电话了没有啊 有的 我在醒来的时候 他是在有打电话的 那用什么电话打的 客房的座机电话吧 好像是 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又 晕晕沉沉沉的睡过去了 等我再次醒来时 天已经大亮了 我这才发现 屋内已经被细节了 那么你是怎么能够确认 这林用过房间内的电话呀 能确认呢 我是亲眼看见他打过的 哎呀 这百命一输啊 给泰国人做完笔录 泰民警不由得连声嘀咕 一边在为对手高智商精心策划抢劫 竟然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摇头叹息 一边呢 又火速的派员 侦查8008客房的电话座机 外拨的电话 有关的信息 不久了 侦查信息就反馈过来了 说呀 座机拨打出的电话号码 是65024XXX 是位于赤丰路53号的上海神望大酒店 407的客房 民警又立刻的赶赴神望大酒店 查悉 此客房在一周前 由一个广西南宁人汪宁登记入住的 陈诚员立刻又调取神望大酒店的监控录像 进行调查 果然有了重大发现 入住407客房的汪宁呢 这体貌特征啊 与监控录像中出入8008客房 与泰国人优惠的小白脸林绍刚 系同一人 好几个画面 这真是众力寻他千百度 勿然回首 那人却在 大家都知道 静方随即的便布下天罗地网 就立守候伏击汪宁 果不其然的 黄昏时分 这全身被赃物赃款 塞得鼓鼓囊囊的汪宁 一踏入神望大酒店 即被守候多时的便衣警察 一下子就给拿下了 一搜身 就发现了泰国商人被截的卡地亚手表 手机 美元 太原 港币 新加坡员 总价值是20余万元的赃款赃物 悉数到万 那接下来的 据汪宁交代啊 我真名叫林昭义 从福建 莆田来到上海 专做南际勾当的 在风月场所上 多用的是林绍刚的化名 而在上海 北京等大城市啊 为同性恋提供幸福 已经有些年头了 前日晚的 他从美农院打扮出来之后的 在四平路上的 二丁木的酒吧打样 美其名曰 掉模子 而掉模子啊 是行话 很顺利的 掉到了持美国绿卡的 泰国商人 胡俊德 原本是说好的嘛 陪胡俊德玩一夜 付四千元 但是啊 昨晚他耍赖了 不肯付钱 说让我再陪他玩一晚上 服务费翻倍 增加到八千元 我认为 这个泰国的假洋鬼子 是在戏弄我 我就想啊 他持的是美国绿卡 带的是世界名表 做的一定是大生意 能够入住顶级客房 那随身携带的钱物 肯定是少不了的 他干脆的 就抢他一把吧 省得第三下四 向他祈祷 林昭义他又交代了 说 他次日弄到了 具有催眠麻醉作用的麻醉剂 并且事先呢 稀释了 用注射针 注入到可口可乐的饮料瓶中 为了不引起他的怀疑 我呢 当着他的面 自己先喝下一口可乐 趁着和他调情接吻的时候 我就为他喝了下去 见他喝了后 像死猪一样睡过去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翻箱倒柜的 细节了他的所有的财物 林昭义就这样 在民警面前交代完 作案经过 仿佛是卸下了身上 背负的沉重包袱 显得有些许轻松 又下意识的 撬起了兰花纸 习惯性的 又撩拨了一下 额前的螺旋形的发丝 但是 这细心的民警注意到 他那修饰过的带眉 却不经意间的颤动不止 民警看出了 他违法之后 那种内心的不安 民警还注意到 这林昭义的石根鲜鲜玉脂 显得是女人味十足 支架上涂着 额黄色的支架油 竟然是那么的雅致 那么的妩媚 可是 这国法无情啊 做完笔录的民警 依然让林昭义 在刑事拘留证上 签了名 咔嚓一声 给他戴上了冰凉的手铐 又压着他上了 名着警笛的囚车 绝尘而去 至此的 这起涉外巨额抢劫 只用了不到12个小时 便人赃巨货 顺利搞破了 这时的 当泰国商人胡俊德 还在五星级的酒店里边 呼呼大睡时 这床头柜上的铃声 却忽然大作 上海警方 在电话里通知他 请他马上前往警局 领取被劫的 20亿万元的钱物 和一张 晚间飞往美国的 回程机票 哦 my god 取出 他简直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无论如何 也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啊 想自己与作案对象 同床共诊 两晚的露水服务器一场 至今只知道 对方自称小林 连真实性命都不知道呢 中国警察 居然就这样 已经把罪犯给抓住了 甚至还都把脏物 给追回来了 这 真的 有这么神吗 当带着满腹疑问 而来的泰国商人 从民警手中 借过势而复得的 卡地亚手表 还有手机 又颤颤巍巍的清点了 势而复得的 近千张各国的钱币 其洞子竟然一脸数了几遍 都不得要领 在撸起绣管 见到外上的卡地亚手表 在滴滴答答的走着 待他认真的确认 自己不是在梦中 便一个劲的 向半民警鞠躬致谢 这林总兴奋的 还差点遗漏了 刚刚拿回来 还在脏物中的 一张美国的返程机票 经民警提醒 泰国人又是鞠躬 又是道谢 领回了飞机票 他匆匆的 撇了一眼 飞机上的起飞舌舰 再瞄了一下 外上戴着的卡地亚手表 哎呦 居然一点也没有耽搁 他当晚飞回美国 去商谈生意的行程 不由的 又是一阵鞠躬 左翼 道谢 也许啊 只有当这位泰国同志 乘上飞往美国的飞机 飞临在太平洋上空 躺在高级商务舱里打盹时 才会情不自禁的回想起 自己在中国上海 这段不堪回首的旅程 和跌宕起伏的演誉吧 又回想起 自己在中国留下的 卖淫嫖娼的劣迹 以及被中国警方 治安处罚的案底 这可谓一喜一弄 一惊一炸 短短的两昼夜 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这料想他的内心 一定会心潮足浪高 又如记忆下的浩瀚无垠的 太平洋的波涛吧 奔腾翻滚 无止息 好了 本期案件到此结束